第五百五十四集 一问集中 陈若曦和叶好轩一起坐在沙发上 他靠在叶好轩的怀里悠悠地问道 想 每天都在想 你信吗 叶好轩笑道 不信 你心里装那么多的人 也有那么多的大事等着你去做 你会这么轻易想起我 陈若曦一脸不相信的样子 虽然所有人都重要 但是你却是重中之重 叶好轩揽着他的郊区 他沉引了一下道 任务进行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 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孙政家族就是基因测试的幕后主使者 我们只是捣毁了他的一个地下实验室 陈若曦摇摇头道 你听说过永恒之水吗 叶好轩问道 听说过 是美国研究的一款生化之际 不过后来停产了 我听说 邵清营那次的事情 跟这个有关系 陈若曦问道 不是有关系 而是他中的毒 就是永恒之水 是一个叫做永生的组织 弄出来的 这个组织很神秘 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办法 确定它到底是属于 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永生 陈若曦的眉头皱了起来 他思索了片刻道 我没有这个组织的印象 回头我查一下档案 我们那里 有世界各大组织的资料 另外 我去神冬驾的时候 遇到了一队雇佣兵 我差点交代在那里 雇佣兵 你没有把君子他们带到身边吗 陈若曦诧异地说 就算是他们不在 以你的实力 一队雇佣兵应该奈何不了你吧 普通的雇佣兵 我当然没有放在眼里 但是如果对方是一队 装备优良 能调动战斗机的基因战士呢 叶昊宣反问道 他们是基因战士 陈若曦更是以惊 不错 整合了眼睛蛇的基因 把他们团灭了以后 我弄了两具尸体回来 但是很不巧 有一个叫做蛇女的并没有死 而是陷入了一种休眠的状态 她带着另外一具尸体逃脱了 千万分之一的机会 竟然让她给遇到了 叶昊宣叹道 你是想问永生村政 以及这个基因小队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吧 陈若曦问道 不错 我出事以后 老太爷震怒 有好多人倒霉 但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吞枪自杀了 线索断了 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明白 那个雇佣军到底是属于哪个势力 他们之间必定有着某种联系 走 现在就回总部 我去帮你查查资料 陈若曦站了起来 叶昊宣一把 把她拉入了自己的怀里 覆在她耳边轻轻地说 别急着走 我想多抱你一会儿 别闹了 都什么时候了 你小姨子还在病床上躺着呢 陈若曦瞪了叶昊宣一眼 不由分说地拉着她站了起来 特勤三局总部 小子 你不考虑考虑 回答我们局里工作 你放心 我们的事情不妨碍你的事业 龙伯一看到叶好轩 就甩出了叶好轩之前的证件 不考虑了 我不回来 叶好轩摇摇头 为什么 龙伯瞪了他一眼 龙伯 我现在的麻烦够多了 我现在加入你们特勤局的话 麻烦会更多 我现在要做的是 拉动医疗体系的价格下降 别的事情真的没有精力应付 叶好轩摇摇头 那你走吧 想借助我们部门的力量查东西 门都没有 龙伯生气地收起了证件 那好 以后我断了你的养生酒 叶好轩摇摇牙说 你敢 龙伯勃然大怒 这小子胆子大呀 竟然敢断了他的特工 他活得不耐烦了吧 那你就让我查些东西 叶好轩笑嘻嘻地说 哎 服了你了 若曦 领着这小子去吧 龙伯无奈地盯了叶好轩一眼 无力地挥挥手 现在特贡等于说是掐着这些老家伙的命脉 一说要断他的特贡 龙伯当时一点脾气都没了 好的 陈若曦点点头带着叶好轩来到了资料室里 资料室里摆放着最先进的光脑 这里光脑的运算速度是一般的计算机的几十倍 连上均用卫星 那简直是无上的力气 叶好轩羡慕地看着 炫着蓝光的设备 心里寻思着什么时候 也给远迎总部整一套这设备 输入了永生两个字 有关于永生的资料马上蹦了出来 只是对于这个神秘的组织的资料 只有寥寥的几句话 在无所不能的特勤三局总部 关于他的资料也仅仅是他大概成立的时间 主要人员不详 什么样的组织更是无从查起 看来真的麻烦了 叶好轩不由自主地把眉头皱了起来 放心吧 之所以没有关于他的资料 那有可能是他这些年一直在闷声发展 现在发展得差不多了 要实施他们的计划了 只要他们的活动频繁 我们总会有办法查出他们的目的和动机的 陈若曦道 但愿是吧 叶好轩微微地点点头 他和陈若曦一起离开了资料室 我陪你回家看看吧 离开了特勤局的总部 叶好轩看陈若曦犹犹豫豫的表情 就知道他现在心里的想法 我 我现在不想回去 我怕我回去以后 看到的是他们两个那副冷冷的表情 我感觉我已经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了 陈若曦微微地叹息着 他们现在已经知道错了 放心吧 有我陪着你呢 叶好轩笑了笑 他相信陈渊夫妇现在根本不敢 甩脸色给陈若曦看 毕竟自己现在在京城也算是 创出一番名堂了 他相信自己的曙光医院和邵氏的曙光基金会 已经让高层注意到了 还是过些日子吧 我想去看看师父 陈若曦摇摇头 走 今天我24小时天生陪着你 叶好轩笑道 嗯 陈若曦点点头 他挽着叶好轩的手臂 两人开着车 一起向中央警卫团激励而去 经过了这段时间的治疗和锻炼 月澳天算是彻彻底底地 把拐杖给丢掉了 只是距离他的实力巅峰阶段 还有些差距 他现在几乎成了一个断裂的狂魔 他要求他手底下的那一队人 要向他看起 杨安仪等人真是有口难言 师父 你的腿好了吗 陈若曦一到基地就吃惊地发现 月澳天 完好无损地站在他的跟前 当年那个威风凛凛的战神 仿佛在这一刻又回来了 哈哈哈哈 托那小子的福 我的双腿算是被治好了 若曦 你可算是给我们二队找来一个宝啊 月澳天大笑 他的声音中气十足 跟他巅峰的时候相去无几 那就好 那就好 陈若曦欣喜地说 他和队友们许久不见 在一起是说完的话 反倒把叶浩轩给亮到一边去了 听说你上一次遇到了一个狙击高手 在月澳天这里串门的黄伯 有意无意地问道 嗯 是个高手 甚至跟列强的枪法能相媲美 不过他是经过基因改造的 如果是普通人 绝对不会有这么逆天的枪法 列强那小子我知道 自我之后 滑下门枪的也就数他能被我看到眼里了 不管是不是基因改造 他都是个禁敌 黄伯道 叶浩轩微微地点点头道 因为某些原因 我不确定他到底死了没有 不管死没死 你都要早做好准备 上一次教你玩枪只是一时兴起 你能和他打得平分秋色 说明你的辞职不错 来 今天我就收你做个徒弟 教你玩枪 黄伯站了起来 顺手拿过了一杆狙击枪 谢谢黄伯了 叶浩轩心中一喜 黄伯是华夏久居盛名的枪王 能让他指点几下 当然是好的 一见到黄伯拿起了枪 杨安仪等人也跑了过来 要知道黄伯的名声是响当当的 华夏顶尖的枪王 他的事迹几乎是传说 尽管他已经十几年没有碰枪 但是他的神话仍然没有人能够破 黄伯的年纪不算小了 平时在部队里做饭 他只是一个不显眼的老头子 要不是那一首大锅菜烧得好 几乎没有人会记得他 虽然他的身形微微的有些勾搂 但是他一拿起枪 整个人身上的气势都为之陡然一变 拿起了枪 他整个人仿佛活了过来 强大的气场让人不敢直视 尽管他手中的枪随意地在手中提着 但是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在下一秒 他手中的狙击枪就可以击穿你的脑袋 一个出色的狙击手 是善于隐藏自己身上的杀器的 高手对决 只要你杀鸡一动 对方马上都能感受得到 潜伏重要 但是善于隐藏自己的情绪同样十分重要 闭上眼睛 五分钟后你们一起到丛林去找我 黄渤熟练地把重拘装上子弹 哦 当然 这些都是空包蛋 叶浩轩一眼闭上眼睛 黄渤提起狙击枪快速地向一侧跑去 在基地的正前方是一片丛林 训练的时候也有丛林作战之一说 黄渤快速地跑到了丛林里 消失得无影无踪 拿着吧 今天我们算是沾了你的光了 黄渤这是给我们进行实战演练 一起去把黄渤给找出来 想想一会儿就要擒住华夏的枪盲了 我心里有些小激动 杨安仪甩给叶浩轩一支手枪 二队的人同样拿起手中的枪 一行人快速地向丛林跑去 他们枪里的弹都是空包蛋 一面等会儿演练的时候误伤到人 这丛林里杂草丛生 生着弯口粗细的树木 虽然林子的范围不比原始森林 但是叶浩轩近来还是感觉到 两眼一抹黑啊 杨安仪等人平时没少在这里训练 所以对这里的地形非常的熟悉 小队中的六人手持的是 部队标准的配枪 九五是八点八毫米的 制式自动步枪 六人也算是高手了 身为中央警卫团的人 他们的身手注定要比 精锐的特种部队的人 还要强上些许 六人手持九五是杨安仪开路 余下的人手持步枪 警惕地看着四周 这一次他们的对手是滑下的枪帮 所以他们不得不提起十二分的小心 叶浩轩的强大的感知力散发了出去 他细细地感应着周边的一切 就在这个时候 他心中一脸猛的一侧身 手中的手枪指向五点钟方向 他沉声喝道 那里有人 杨安仪等人的反应不可谓不快 在叶浩轩的侧身的同时 他们全部散开 一边做战术性的规避动作 一边找隐蔽的地方 但是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休一声枪响 一名队员大腿上一麻 一颗空包弹已经击中了他右腿大腿的腿根处 如果是实弹 他的这条大腿已经废了 他无奈地扔下手中的枪 然后躺在地上 等待救援 杨安以手一挥 一名队员匍匐前行 要去救援他的队友 其余的人手中拿着枪 把子弹向前轻舍而出 以掩护上前去做救援的队友 只是救援的人胸口一麻 一颗空包弹已经击中了他的胸口 直接阵亡 而另外一颗子弹则是 又击中了躺在地上的人 然后黄渤的身影快速地向后退出 追 叶好轩站起身来 就向前跑去 余下的四人也跟着他向前追去 跑出几百米 叶好轩心中一礼 在他的意识里 一颗子弹毫无征兆地发来 他的反应极快 这颗子弹刚刚发来 他就快速地扶倒在地上 子弹落空 但是余下的人 却没有他这等反应 黄渤一枪不中 又接连发出两枪 又有两人阵亡 他丝毫不恋战 击中两人之后 马上撤退 这些人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二十分钟不到就被放倒了四个 华下枪毛的名头 果然不是追出来的 叶好轩似乎是明白了 黄渤所说的隐匿自己的杀气 是怎么一回事的 以叶好轩现在的能力 如果对方稍有一点杀气 他马上就感觉得到啊 但是刚刚那一枪飞来得毫无征兆 让叶好轩防不胜防 如果不是自己开了挂 能感应到他的所在地 估计叶好轩现在也阵亡了吧 见自己一方已经被放倒了四个 而连对方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杨安怡咬咬牙手一挥 继续向前追去 杨安怡这一行人经常随手掌出行 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战斗 也不知道有多少次了 他原以为啊 就算是这一次败了 也不至于败得太难看 可是他没有想到还没照着面呢 就被放倒了四个人 黄渤开枪的速度极快 其实到了他这种境界的狙击手 已经不需要刻意地去瞄准 去计算风速和湿度等问题了 他凭着感觉就能一举 把敌人给放趴下 咻一声响 杨安怡最后一名队友倒了下去 就在这个时候 叶好轩已经锁定了黄渤所在的位置 他猛地跃起快速地在树林里穿梭了起来 叶好轩身形猛的一顿 一颗子弹从他的正前方掠过 躲过这颗子弹以后 叶好轩就地一滚一个闪身 扑到了一颗树干的后面 然后向前掠近 他距离黄渤越来越近 正在前进的叶好轩突然停住了动作 因为黄渤在他的感知力里 消失了 叶好轩心生疑惑 黄渤只是一个普通人 不管他的枪法再好 也不应该消失在自己的感知力里面 可是他偏偏就消失了 正在他疑惑间 他身后一缕无声无息的煞衣传来 叶好轩猛地警觉 黄渤什么时候潜伏到他身边 他却一点也不知道 他右手一挥一把战术匕首已经出现在手中 猛地跃起 向背后的人影袭去 只是他刚刚跃起 一支狙击枪已经止在他脑袋上了 叶好轩手一松啊 手中的战术匕首掉落在地上 他苦笑道 我认输啊 片刻以后 杨安仪等人垂头丧气地 从树林里走了出来 他们这一次几乎是完败 甚至连黄渤的人眼都没有见到 就被干趴下了 他们几人几乎是不敢面对月澳天 啊 再怎么说 他们也是月澳天交出来的徒弟 败得这么惨 丢战神的人呢 老月 你的这几个徒弟 得好好调教调教了 黄渤一边擦着狙击枪 一边斜着眼睛道 嘿嘿嘿 姓黄渤呀 你就仗着自己的身份 欺负他们年轻人吧 要不你和我比一场试试 月澳天淡淡地笑道 嘿嘿嘿 不跟你比 我知道打不过你 黄渤有自知之明的摇摇头 他把手中的狙击枪拆了下来 装到了一个长方形的盒子里 不过他们的作战方式 确实有问题 我把他们交给你调教调教吧 月澳天道 往死里练 没事的 嘿嘿 这个可以 黄渤站起来 他以询问的语气 向叶昊轩问道 刚才的战斗 你有没有发觉点什么 哟 叶昊轩点点头道 我身去鼓舞 感知力不是一般人所能比 我想知道为什么你的身影 会在我的感知中消失 如果不是那样 你想击败我也要费一番功夫 那是因为我懂得如何 去收敛身上的气息 黄渤答道 怎么去收敛 叶昊轩又问 靠自己的意志 你的感知力不是万能的 因为这个世上有好多解释不了的东西 打个比方说 现在的热成像仪 就算是你隐藏得再好 也会被扫出来 但是有特种作战部队的人 把自己身上投满悉泥 最大程度地降低自己本身的温度 所以就算是有热成像扫描仪 也发掘不了 叶昊轩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毫无疑问 黄渤今天给他上了很好的一课 以他现在的能力 他自信 除非动用重型武器 就像是上一次在原始森林那样 否则就算是再厉害的枪手 他也不怕